瓦斯航門口碰的一聲伴隨氣體噴出打量碎片 貨車上的瓦斯桶瞬間東倒西歪 路口左轉的車輛降下車速小心經過 數十桶瓦斯倒地 電加鐵捲門以及木板層架統統炸飛 威力猛烈直達二樓屋頂窗戶嚴重破損 路面滿地都是玻璃碎片 就在十二號中午桃園平鎮南平路二段上 一間瓦斯航疑似瓦斯洩氣發生爆炸 66歲賴性及51歲囚信男員工 早首波及第一時間趕緊重出店外 全身52度燒傷 已是清楚緊急被送往醫院救治 而這家瓦斯航已經開了十幾年 燒傷的員工都有二三十年的相關經驗 工作途中發生氣爆 詳細原因還要進一步調查